各位編迷,你們好! 看到這麼大的盒子,這麼醒神的橙色字 知道今天又是介紹 Middle 的手錶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之前也介紹過好幾隻 是 Middle 的 20th Anniversary Inspired by Architecture 系列 即是說,20周年 從這個建築拿出靈感的系列 之前介紹過 Ocean Star 直布羅陀的特別版 介紹過 All Dile 的羅馬兜收場 今天又有最新的版本 這次是 Multiford 的系列 不是 Ocean Star 不是 All Dile 不是 Barranchelli 還有我相信大家一看 咦?這次真的很清楚 雙之直布羅陀在十二時位置 有一個小燈塔 即是象徵意義的小燈塔 但這裏很明確在錶面上有條橋 還不知是甚麼橋 一看便知道 就是悉尼大橋 Sydney Harbour Bridge 我覺得這隻應該是最清晰 是向一個建築拿出靈感的 因為它真的放了一條橋在錶面上 而且你看清楚 這條橋的叫做 Suspension cable 即是那些鋼纜 這條橋的鋼纜 其實跟錶面的日內壓直線打磨 是很呼應到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有多有心思 而且那條橋也是深色的 錶面是深色的 大家大起來便不會太卡通 如果你想想這條橋是其他色 三藩市大橋是紅色的 可能跨了一點點 現在比較配合 而且我很喜歡這個時間到10.2 不是因為平時通常講錶都是10.2 而是它上面這10.2 和下面那條橋 一個向上一個向下 真是很棒 所以我想我如果帶這隻錶 每天都會很期待10.2的來臨 有上面一個彎 和下面一個彎 和一條橋 它的錶底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這個橋 即是變成錶面也有一條橋 錶底也有一條橋 讓大家看到的 是否正正叫做首尾呼應 上下都有 無論你拿開錶 看底或面 都是有一條橋 你一定不會忘記 這一個是Multiple 20th Anniversary Inspired by Architecture 的系列 讓大家看看 夜光 很漂亮 紫針是綠色 我覺得是很鮮 因為本身的錶 其他東西就是深色 夜光、紫針 綠色 顯得格外聖神 但是我7吋的手援 這隻錶是42mm錶徑 11、12mm厚 現在來看也不錯 不會太大 亦很一份 其實我今天 我也是戴著Middle的手錶 就是Middle Ocean Star The Compression Timer 這隻搶到飛起的 大家戴吧 既然是說Middle 我再放一隻錶 有個盒子 你會看到 原來還有一個錢幣 或是Middle Ocean 上面亦是有一條 色尼海安大橋 即是說 這個盒子裡 總共有三條橋 Middle Ocean上 有一條橋 錶面有一條橋 錶底有一條橋 三條橋 大家看到這隻錶 一定不會是另一個 建築物的 裸靈感 說起建築物的裸靈感 之前介紹過的錶 例如羅曼兜秀場 歌劇院 和直布羅陀的燈塔 其實那些都是出名的建築 但我經常覺得 感覺上距離大家比較遠 因為又未必去過 好像很遠 但你說起Sidney Sidney 我相信很多人都去過旅行 或是有親戚 住在澳洲 如果有人去澳洲 其實Sidney 感覺上跟大家的距離比較近 所以我看到這條橋 真的好像格外親切一點 如果看到直布羅陀燈塔 當然是很帥 Ocean Star 那隻錶 也很喜歡 顏色又漂亮 但我看到Sidney 就覺得 好像近一點 感覺上 這隻錶 其實都非常適合日常的配戴 因為有星期日 Complications 還有100米防水降帶 定價是8400港元 我覺得其實都合理 而且這隻錶 還沒說 是限量版 限量1932隻 為甚麼 猜都猜到 Sidney 大橋 是1932年開通 1932年3月開通 所以是1932隻 數量不太多 如果有興趣 你也可以去到 佐登預畫國貨的榮基彈查詢 如果其他20週年建築靈感的版本 都未買完 大家可以一拼看 不過我不知道 大家去到看看吧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支持地區小店和我拍片 還未訂閱 麻煩大家訂閱 Like和留言 對我來說都很大的推動力 我會繼續努力 找多些有關於中標的議題 以及隱石的標行和大家聊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